大家好,我是Joeman,又來到了這個禮拜的刀塔冷知識了 那這個禮拜我們要為各位探討的一個專題是,大家可以看到畫面中的是我們的獸人術士 那其實獸人術士這隻英雄可以說是一個中後期才出現的角色,但是非常非常的實用 不管是在遠征,或者是這個王座之塔,或者是在一個經濟場防守當中的奶系隊友當中的獸人術士都可以說是非常的實用 那你可以看到他整個技能的核心其實主要還是架構在地獄火身上 他大家就會叫出一個很大隻的岩石的組成的這個地獄火 那這個地獄火作為肉盾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但是大家可以注意到我們在官方的說明道中,並沒有提到說地獄火的血量到底是多少 我們印象中就是地獄火很硬,那到底多硬,血量到底是多少從來沒有人知道 我們這一集的一個節目主要就是要探討說到底獸人術士的地獄火的血量到底是多少 後來測試出來之後呢,是一個非常非常驚人的數字 因為我自己也算是嚇了一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硬 那馬上來看一下我們接下來的測試影片吧 好的,那接下來呢我們的一個測試方法就是可以看到我方的英雄是人馬加上這個獸人術士 待會獸人術士他大絕會直接叫出地獄火來 然後呢我們會讓這個對方的法系英雄包括這個藍胖 還有修補將快速的把這個地獄火的血量消低哦 那盡量越快越好,為什麼呢?因為中間如果他的地獄火的血量過少的話 其實獸人術士會幫忙血量少的我方英雄或是我方昭雄來做補血哦 所以這邊你看我是故意等到人馬被獸人術士放了補血之後再丟下來 因為中間地獄火盡量不要被補血啦 因為地獄火被補血的話,其實對於我們在傷害測試上面,在血量計算上面是容易有誤差的 我們馬上的來看一下接下來的影片吧 那我們這邊的速度一樣是調到0.5倍哦 給大家看一下,好,這邊地獄火叫出來了 那我這個傷害測一次一次把它唸出來之後再跟大家講總和 這邊可以先打了多重司法三倍,所以先打了45159029 9029,這時候還沒死哦,血量還超過一半 4802,這時候修補將開大 4802,2130,4260,2130,4260 還是沒死哦,硬吞了兩個大絕還是沒有死 2803,開始普攻跟小招了 然後1408,這時候又是小招 1178 960,9604,這個時候死掉了 那但是9604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到他傷一秒死掉,9604傷一秒死掉 所以呢,他應該血量會超過全部 血量大概是稍微低於加上9604的總和 因為最後一發的血量,最後一發9604的傷害 可能會超過那一小格的數字 所以我們簡單的來做計算 剛剛全部的傷害,如果不含 剛剛的9604的話傷害是 這個總傷害,也就是他的血量是45544 那如果加上這個9604的話呢,他的血量就是55148 那也就是說,地獄火的血量介於45000到55000中間 那當然之間中間有大概1萬左右的一個落差 所以這個差距比較大 所以呢,接下來我們馬上再來做第二次的一個試驗 好的,接下來馬上為各位做第二次試驗 那試驗對象依舊是放在修補將還有藍胖身上 這邊一樣是能量滿了之後稍微慢動作 好,可以看到素是這個時候把地獄火叫了出來 這一邊又長大了,很大價 好,但是這邊有點失誤 藍胖多重失誤,竟然打在人馬身上 不過沒關係,我們就計算別的傷害量 我們看一下這邊地獄火扛了多少傷害 這邊2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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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0,2130 這是修補將的連續大絕,開始補攻,1408 中間會1102,這邊要打很久哦 4802,因為這邊沒有接收到藍胖的大絕 你看到這個地獄火非常非常硬啊 1408,1178 然後這邊稍微加速一下,再打出一個飛彈,2803 1408,1102 9604,剛剛完整9604都吃下去了 還有最後一點點血,1408 還有嗎?還有嗎? 1408,又來一個1408 他統統就固定是1408,除外報紙 這一邊1408,然後又丟了一個火瓶,2356 最後一下,最後一下,2803 好的,各位這邊掛掉了 這次最後掛掉的時候是血量比較少的一個情況下掛掉的 所以理論上這一次會稍微精準一點 那如果不含剛剛的2803的話呢 這一個地獄火總共扛了46,305的傷害 那如果加上剛剛最後一發的2803那個傷害的話呢 他的血量大概49108,大概49,108 也就是說這一次的血量稍微精準一點 血量介於46,000到49,000 那我們剛剛第一次測試的血量介於45,000到55,000 所以說中間急劇比較小的是這一次 46,000到49,000 但是大家如果有夠細心的話會發現 中間我們的藍胖有丟燃燒瓶 燃燒瓶其實也是有持續傷害的 只是沒有顯示出來 那燃燒瓶的持續傷害大概是3000多 大概是3000多 也就是說呢 他的最低血量46,000再加上一個3000 其實地獄火的血量高達大概48,000到49,000 非常非常可怕的一個數字 這大概是什麼概念呢 48,000到49,000的血量 就是我們全 刀塔傳奇裡面目前上成林 90等上成林血量最高的 都比他還低喔 我們目前上成林最高的是我們船長 船長血量大概在45,000左右 那你可以看到地獄火的血量比他還高 大概48,000到49,000 重點來了地獄火不是只能叫一次喔 我叫一次地獄火有48,000、49,000的血量嘛 打打打打打打一半如果速師他心情好 嘿嘿 心情好我又那個又滿出來了 那他會再叫第二隻出來 第二隻就是再次的滿血 當然是場上只能有一隻啦 但是他再叫第二次的話 又會重新的跑出一隻滿血 48,000到49,000的一個地獄火出來喔 所以金融今天的測試 也是也印證了我們的傳統的印象嘛 就是地獄火真的是血量非常非常的多 非常非常的硬 所以說他在魔防上面的一個表現可能沒有非常好 但是因為天生的血量夠多 所以還是可以扛非常多的魔法傷害 還有這個物理傷害喔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在奶昔隊友當中的速師 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一環喔 也希望大家看完了今天的影片 如果還沒有換速師的話呢 還是盡快去換啦 因為包括噩夢遠征 包括了一個未來在競技場上面奶隊的一個陣容速師 是不可或缺的喔 以上是本週的刀塔冷知識 如果你喜歡我的節目的話 請記得在我的頻道當中按下訂閱的按鈕 我們每週六都會上傳新的刀塔冷知識 也歡迎各位如果有想要知道的刀塔冷知識 也可以來我的Facebook粉絲頁當中留言 那我們就下週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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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